我们要先来做封底的101图片 这一样是一个Tiny Roman的1的这个字体 所以我们就随便画一个框框给它写个1 那记得你是在图片图层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图片不是底色 Tiny Roman 刚刚选过了 这个字多大不重要 你现在随便打完了以后 你直接用小黑点选这个字 然后到文字底下把它建立外框改成图片 它就变成一个图像 然后这个图像题目就跟我们讲 它的宽度跟高度是60乘以80mm 所以就直接在这边设定60乘以80 因为它已经变成图片了 所以看到没有 它就变成了一个图片 那这个图片它是需要有外框没有甜色 它的甜色是图片 它的外框是红色 它的外框是MY100 回头来选到这个字以后反转 反转以后呢 给它一个MY100的颜色 确定 然后宽度是1mm 单位不要忘记 它不是EPT 你要记得每一次做E丙级的时候 单位一定要跟着代号 emm 目前里面是空心的 那我们要在这里面放上101 置入这张图片 101 可是它是很瘦的 对不对 但是101是很胖的 没有关系 我们先丢进去再说 丢进去以后 我们要让它使图片符合这个框架大小 所以其实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等比例填满框架 等比例符合内容 然后这个是使内容符合框架大小 那就是使图片符合框架大小 使框架与内容相符 其实应该是这一个 就图片要符合这个框架大小 是不是跟我们的题目就一样了 所以非常的简单 封底已经做完了 来 描住框架关掉 所以其实这一题真的不难 这一题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抽到这一题 你就太lucky了